合理应用美国移民局的规定,你可以先提交I-485,然后根据另外提交的I-140职业移民或者I-130亲属移民申请,改变绿卡申请的类别,不影响已经提交了在Pending的I-485申请。 这样,你可以早提交I-485,解决身份问题,还可以早拿到绿卡。 最近绿卡排期前进比较快,带来了新的独特机会。 2021年7月,EBR和EB3类别的绿卡排期平均前进了半年左右,接下来预计还会较快前进。 到今年10月1号以后应当可以使用表B-EBR类别,排期会在三年左右,EB3类别排期等待时间在两年左右,EB1类别仍然没有排期。 灵活安排EB1、EB2和EB3早提交I-485。 小明有一个EB2或者EB3的职业移民I-140申请批准,或者准备提交NAW或EB3申请。 但是排期还差一年多才能排到。 同时,因为市场变化,小明需要主动或者被动换工作,又不容易办新的工作签证。 怎么办呢?现在EB1解除人才类别,不论表A还是表B,已经不需要等待,可以I-140和I-485一起提交。 同时还可以提交I-765和I-131申请。 如果小明认为自己符合EB1的条件,他可以考虑提交一份EB1类别的I-140申请。 同时提交I-485以及I-765、I-131在I-485提交以后,他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,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。 还可以使用基于I-485的EAD公卡来工作,或者自己创业,当然也可以不工作。 过了一年,他的EB1类别,I-140申请一般来说还在Pending,包括收到RFE,并且回复以后还在Pending的情况。 而他的EB2或者EB3排期已经排到了,他就可以联系移民局,把他目前在Pending的I-485申请改为基于已经批准了的EB2或者EB3。 这是美国移民局允许的,他就解决了签证身份空档。 早提交了I-485,能够早利用EAD公卡来工作,还有机会早拿到I-485批准和绿卡。 这么好,那为什么以前大家没有这么做呢? 过去几年里,EB1类别大多数时间也有排期,只有最近一段时间才不需要排期了。 另一方面,EB2和EB3类别的排期过去比较长。 用这个办法,等到EBA的I-140申请已经被拒了,EB2或者EB3排期可能还没到,那就不能做转换了。 此外,小明申请EB1类别的I-140,当然也需要具备一定资质,虽然不是说一定要申请批准。 如前面提到,即使最后没有批准,也可以用来先提交了I-485然后改成EB2或者EB3类别。 不能一看,就不符合条件。 用英文来说,就是不能是Fraudulent Petition。 如果小明是科研人员,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人才,那么一般来说就有机会办理EB1申请。 从EB1B改为EB1A,或者从EB1A改为EB1B。 如果小明一开始条件不太强,但是有雇主支持,可以先提交EB1BI-140申请,同时提交I-485。 如果一直留在雇主那里直到拿到绿卡,或者I-485 pending超过180天以后换工作,当然很好。 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再提交EB1A申请,不影响已经提交了的I-485。 或者,小明提交了EB1A I-140,同时提交了I-485,但是又不确定EB1A能顺理批准,甚至已经收到了RFE或NOID。 这个时候,如果他找到了新工作,或者雇主可以提供EB1B的支持,他可以另外提交一份EB1BI-140申请,不影响正在pending的I-485。 如果后提交的EB1B批准了,哪怕先提交的EB1A140最后被拒了,也没有关系。 但是,如果EB1A140已经被拒了,那就晚了,要在I-485的基础Basis,比如I-140,I-130等等,在pending的时候提交新的Basis申请。 从职业移民改为亲属移民,或者从亲属移民改为职业移民,这样的改动也是可以的。 比如说,小红此前提交了职业移民申请,排期到了以后交了I-485,但是,因为工作变动要离职了,I-485提交还不到180天,或者没能找到相似职位,或者同意提供职业表的新雇主。 这个时候,已经或者即将提交I-485申请的小名,或者有绿卡或只是美国公民身份的小名,向小红求婚。 两人结婚以后,小红可以作为小名职业移民的副申请人,或者作为亲属移民的受益人,可以继续保持此前已经提交了的I-485申请,不需要提交一份新的I-485,只要联系移民局改变申请类别就可以。 或者,有的绿卡申请人是基于亲属关系,比如美国公民的配偶,父母,子女,兄弟姐妹,绿卡持有人的配偶,子女,但是在申请提交以后,又获得了雇主的支持,可以提交职业移民,或者能够自主提交EBEA或NIW申请,那么,也可以改变申请类别,从投资移民改为亲属、移民或者职业移民。 投资移民的排期,对中国申请人,比较漫长,项目和投资款有时会出现问题。 而且,通过投资移民拿到的是条件绿卡,过后,还需要另外办理I-829申请来,去除条件,增加了耗时、手续和风险。 前一段时间,一些投资移民申请人,在美国提交了I-485,如果他们此后又符合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的条件,他们可以把已经提交了的I-485改为基于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的申请。 这样,I-485批准以后,拿到的就是长期有效的正式绿卡,不是条件绿卡。 重要的注意事项,以上的转换都是可以的。 要求的条件是,再向美国移民局提出转换I-485的Basis,比如转为基于新的I-130或者新的I-140。 这个时候,此前的I-485Basis还没有被拒失效,可以是还在Pending,不需要已经批准。 新的Basis,比如I-140或者I-130申请,不需要已经获得批准。 Pending也可以,比如此前提交的EB-3I-140,或者新提交的EB-1I-140,或者是不需要排期的亲属移民类别,或者排期已经排到了的亲属移民类别,才能作为新的I-485Basis使用。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? 如前面提到,可以,第一,解决排期排到以前在美国的签证身份空档GAP问题,早提交I-485,早拿到EAD公卡和绿卡,比如NIW或者EB-3已经批准,但是还在等排期。 如果遇到签证身份问题,可以考虑先提交EB-1I-140和I-485,同时继续等NIW或者EB-3的排期。 哪怕后来EB-1,被拘了,只要在被拘以前根据EB-2,包括NIW或者EB-3的排期排到了,就可以。 第三,在EB-1、2、3类别,或者其他移民申请类别之间灵活转换,缩短拿到绿卡的时间,减少绿卡被拘的风险。 I-485申请多久批准,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? 一般来说,I-485申请提交以后,需要一年左右时间获批。 但是,经过我们律所准备的I-485申请,最近有很多没有经过面试,几个月就快速获批的例子,参见我们最近发表的其他文章。 。